第23集 后来居上 知道什么是国际画展吗? 国际画展就是不同的国家 把许多绘画作品放到一起供人们参观 这样人们就可以比较美幅画 有什么相同点 有什么不同点了 假如在1700年 世界所有的大国决定一起举办这样一个国际画展 当然了 事实上那个时候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想法 我只是做个假设 虚构出这样一个画展来 下面我们就制定参展的规则 假设画展是在1700年举办 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寄一幅画来 评出最好的可以获奖 那现在我们看看啊 我们都能收到哪些作品呢? 威尼斯寄来的是提香的一幅画 罗马 罗马寄来的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西班牙寄来的是韦拉斯开兹的作品 弗兰德斯寄来的是鲁兰德国 德国寄来的是丢勒的作品 法国寄来的是普桑的作品 总之啊 除了英国 其他每个大国都寄来了一幅名画 英国在1700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他寄给我们的就只有一封信 说他非常抱歉 不能寄来一幅英国名画家的画 因为英国根本就没有有名的画家 你肯定在想 不会吧 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甚至可能就是最大的国家 居然没有一名著名的画家 这对我们的画家来说 该是多大的遗憾呢 不过尽管英国在1700年 还没有一位有名的画家 他很快就赶上来了 1700年啊 英国第一位有名的画家 还只有三岁 名叫赫拉斯 赫拉斯之后又出现了更多的画家 假如我们那个虚构的国际画展 是在1800年举办 那英国肯定就有许多绘画作品 可供选择了 赫拉斯一开始 是一个银店的雕刻师 后来他学着在铜板上雕刻 并把雕刻出的图画印出来 这些印出来的图画呀 非常受欢迎 卖得很好 足够让他过上好日子 不过赫拉斯 一直都想成为一个画家 因此他开始从事画画 不过他的印刷图画 实在太出名了 根本没什么人关注他的绘画 大家都更喜欢他的印刷图画和雕刻 后来 赫拉斯发现 他可以把自己画好的画雕刻出来 然后印成图画 这样就会比原本的画好卖得多 不过呀 如今我们还是认为 赫拉斯是非常伟大的画家 也是整个英国第一位伟大的画家 可能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连环画 不过报纸上的连环画 通常都画得不太好 简直不能叫做艺术 赫拉斯画画 有时也会采用连环画的手法 他常常给同一个人 一连画七八张画 表现这个人一系列的动作 不过赫拉斯的话 不仅仅只是好笑 他还希望通过他的画 来展现那个时代 英国社会丑恶的一面 这些画 当然通常都非常的幽默 但我们 把这种幽默 叫做讽刺 赫拉斯有一组画 画的是一个准备竞选议会的成员 其中一张画的是 是这个人在做演讲 另一张画是他雇了一群人拿着木棍 强迫人们给他投票 还有一张画 则是他在贿赂投票人 也就是说呀 他给这些人钱 让他们给他投票 这些画每一张都画得非常好 不过这组画应该放在一起看 就像连环画那样 这些画给当时的英国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且就像赫拉斯希望的那样 他可能也的确帮助改善了选举中的坏现象 比如 今天英国的选举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公平的质疑 赫拉斯也画肖像画 他有一张画 画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小狗 在我们今天的图文解析中啊 大家还可以看到 卖虾女这幅画 这也是他的作品 今天我们通常是去商店或菜市场买虾 但在赫拉斯那个时代啊 伦敦的人们都是从卖虾女那里买虾 卖虾的女孩通常把虾装在自己头顶的篮子里 赫拉斯捕捉到卖虾女的一个笑脸 就像哈尔斯捕捉人物的笑容一样 然后用干净利落的几笔匆匆画了出来 如果我们把这幅画 与丢乐为他爸爸画的画像放在一块儿看 这幅画肯定看起来像没画完似的 但我们通过他对卖虾女的认识 绝不亚于通过丢乐的描绘 对他爸爸的认识 我更喜欢赫拉斯这种表现手法 你呢 大约18世纪中期啊 赫拉斯还在画画 但另外两个英国人已经名声大噪 成了非常有名的画家 这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雷诺兹爵士 另一个是托马斯·庚斯伯罗 他们俩最有名的都是肖像画 既然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啊 要比庚斯伯罗大几岁 我们就先介绍一下雷诺兹爵士吧 首先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有关非洲海盗的故事 不过别激动 我知道你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听海盗大战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里没有海盗大战 这个故事里的海盗是一个阿拉伯国王 专门在地中海地区拦截过往的船只 英国派了一个船长带领一批舰队去和这个海盗谈判 这个船长是雷诺兹的朋友 他就邀请雷诺兹和他一起乘站船出发 雷诺兹接受了邀请 到了意大利之后 他就留在那里研究意大利名画家的作品 比如米开朗基罗 提香 克雷吉欧和拉菲尔 雷诺兹最喜欢的是米开朗基罗 甚至喜欢到变成了笼子 听起来很奇怪吧 但这是真的 有一次啊 雷诺兹在西斯廷里拜堂 研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时 正好坐在一个通风装置的旁边 但是他太专注于绘画作品了 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通风的装置 直到后来 他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 才发现耳朵不对劲 从那以后啊 他的耳朵就渐渐听不到声音 没过多久 就不得不带助听器了 雷诺兹后来回到伦敦 成为整个伦敦最受人喜欢的肖像画家 那个时候还没有相机 所以没人能够照相 人们就请画家给他们画像 穷人当然是请不起雷诺兹这样的画家 所以雷诺兹的肖像画 大多画的是皇室家族的成员 后来国王授给他一个爵位 他就成了约书亚雷诺兹爵士 约书亚爵士一直非常辛勤的画画 总是试图把每一张画都画得更好 他尤其擅长画妇女和小孩 你有没有听过草莓女孩 海雷少爷 纯真年代 以及德文俊公爵夫人和他的女儿 这些呀 都是雷诺兹有名的肖像画 不幸的是 雷诺兹总是尝试新的颜料 所以他的很多画都褪色或变形了 有些画甚至才画好没多久就褪色了 不过人们对他画的喜爱 还是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的一个朋友说 雷诺兹的画即使褪色了 也强过任何人刚画好的画 在我们这一集的图文解析中啊 有一幅画是由五个小天使脑袋的画 这是雷诺兹画的 画的是同一个小女孩 五个不同角度的样子 另一个画家 托马斯·庚斯伯罗 最喜欢画的是风景画 不过他的风景画呀 一直卖不出去 所以他只好一直画肖像画 他画的人物看起来非常优雅迷人 所以找他画像的人非常多 庚斯伯罗的肖像画不像雷诺兹那样明亮多彩 画面主要是银灰色 庚斯伯罗有一幅世界名画 就叫蓝孩 据说啊 雷诺兹曾说过 如果一幅画中有太多蓝色 肯定会不好看 庚斯伯罗画的这幅画 就是想证明雷诺兹说的不对 不知为何 庚斯伯罗好像很不喜欢雷诺兹 也许是嫉妒吧 不过临死时啊 庚斯伯罗请求雷诺兹原谅他 还说自己其实是非常欣赏他和他的画的 庚斯伯罗与雷诺兹给许多相同的人画过画 比如他们都给德文郡公爵夫人和西斯登夫人画过画像 至于谁画得更好 还真是很难说 你们可以看看 庚斯伯罗给德文郡公爵夫人画的画像 看到没有 他的帽子可真大呀 在我们今天的图文解析中啊 大家还可以看到 雷诺兹给德文郡公爵夫人和他女儿 画的一张像 如今庚斯伯罗的风景画 要比他去世前更受人欢迎 尽管他的风景画 没有他的肖像画那么有名 通过这些风景画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 庚斯伯罗的确是一位 非常出色的英国画家 我还可以看出来 我还是很出色的英国画家 我还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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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